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智庫點評的環節 今早繼續有嘉賓銀河徵圈業務發展董事羅尚佩 早晨 姚志愿 是 早晨 早前內地的家電股 就因家電下鄉政策炒了上來 當中包括了一隻海信家電 但見到它早幾天曾經大幅回吐超過一成 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講一下這隻股份 最主要都是嘉電下鄉 現在兩會正在開 我想如果有嘉電下鄉 很盛會有眉目 所以很多錢都拍了進去 因為之前兩天見到市回 它都回得很厲害 9元跌回到8元 可能有一部分是擔心它的業績 去年的業績應該都不會太差 但也未至於太好 所以升上去之後 曾經跌了1元下去 但這兩天又買回頭 最主要都是因為糧會 講過嘉電下鄉 我覺得落實機會都高 因為始終之前發舉委 國務院都不停重複 又重複講嘉電下鄉 對經濟的好處 所以未來這兩天可能會有消息 再加上這個股 其實本身的PE很低 在說5、6倍左右 如果你說有嘉電下鄉的幫助 接下來的盈利增長 如果一加快 它的股值和PE會更加低 所以可以駁回兩股政策 可以在這些位置追回 即9元附近 上面就等它破9元 第一個目標價 就是9.5元 第二個目標價就是10元 另外海信家電 主要是從事雪櫃 冷氣機等等生產的產品 接下來的嘉電下鄉政策 再加上這個季節 就是夏天 會不會對白色家電的銷量有幫助 對於海信家電 是不是也有做好的方面 會有幫助的 因為這類白色家電股 季節效應是很強的 所以今年的冬天就很快結束了 夏天我想都很快會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留意一下它今年的燒成 當然如果你說有家電下鄉 對它的銷售情況會有 火上加油 會更加暢旺 所以這個機會 我想城市的機會都很高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股份 海信家電現在報9元 升近超過4% 今天曾經高見過9.02元 最後問Eugène 有沒有持有剛才所說的股份 沒有 謝謝Eugène今天的分析 最後提到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 只是他的個人意見 並不夠成任何投資建議 或者推介 在做任何投資之前 都要留意相關風險 謝謝Eugène 感谢观看